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不认识能力 基本支人性 非完全欠缺思考能力的神经病 或是完全丧失人性的野兽 且在法庭上曾问 若是警察换成你女儿 你会拿刀刺她吗 她答不会 显现她有辨识能力 希望二审勿望勿重 嘉医生律师公会前理事长严根成认为 一审判决书中提到 被告行为实施控制能力 虽有相当减损 但未答不能控制 且鉴定医师出庭时说 是否完全上市控制能力 他没办法确定地回答 因此二审非常可能翻盘 鉴定的精神科医生沈正哲 日前接受苹果采访时曾说 那我当时也说了 如果你们既然觉得 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案件 你觉得应该有参考多方医件 你可以去安排 其他家医院做鉴定 不过沈正哲也提到 这个判决也出乎他的意外 李承翰的妈妈则希望 再对凶贤进行精神鉴定 李承翰的父母可接受不判其死刑 但希望判无期徒刑 还他们一个公道 动新闻嘉义报导